把Israel裡面的資料放到哪裏呢? 放到這個第一季裡面 總共會有五個欄位 這邊有個這個沒有用的資料表意 把它按右鍵刪除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SS2也許你不是很熟悉的 不過這個要關掉 關掉的時候才可以刪 那你大概就知道賄賂 第二個你就是學會什麼呢 如果我要新增一筆資料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Israel裡面的這一筆好了 這一筆紀錄 要新增到SS裡面去的話 Israel怎麼跑到SS 裡面呢你需要學的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好像在前面講過建立 建立裡面有個查詢設計 這邊先插插 然後找到什麼SEQL SEQL裡面的話我印象中 在我們的那個 第一 次上課的就是在第二次上課吧 你們如果這部分不太熟的話 有個SEQL語法對不對 如果你要新增 一筆紀錄 到某一個資料表 就必須insert into 資料表名稱 欄位名稱 Values 然後那些資料 大概 那這個地方的話你可以拿這個來 複製過來 修改就可以了 那怎麼改 特別注意 就是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會開啟記事本 為什麼要用記事本 因為記事本 可以把格式給過濾掉 那再來就是把那什麼 Exale裡面的 這一筆好了 有那個 第一個跟第2 第一列跟第2列裡面 就要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的話 我習慣是因為它裡面有些格式 如果你直接 貼到SS裡面去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 我們把它貼到記事本 那他這邊不是有一個 藍 然後這一筆紀錄 如果我要練習的話 中間 特別重要 請你把它改成豆點 改豆點 改豆點 不過這樣比較慢 你乾脆把C C加H C加H C加H就是取代 編輯裡面取代 然後把這個貼上來 改成一個豆點 這個應該就一個 disk 把它全部取代一下 這樣的話就是 我們的什麼 總五個欄位 放5筆記錄 中間一定加豆點 那就把這一個 部分 複製一下 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雲端上面 這邊不是5個欄位 把它貼上 然後你要放什麼資料呢? 放後面的資料 一樣就把後面的這五個資料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再貼到後面來 好 這樣子的話 如果 刮虎跑到下面去 然後再來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記得喔 不是問題意喔 Insert into 哪一個呢? 第一季 好這樣的話我們就 改完了 我們要的語法 最重要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要新增一筆記錄的話 就是利用這樣Insert into 這個是從 我們那個問題意義裡面的那個程式碼裡面可以找得到 那這邊再把它複製一下 就是做好這個格式之後 如果你將來希望能夠在SS裡面 練習因為至少我要知道說 我要新增一筆記錄到第一季要怎麼做 好 貼上 有沒有剛剛那一串 然後上面有個執行 對不對 如果你這個語法都沒錯的話 按下執行 你會看到什麼 在第一季裡面 會有 這一筆記錄 我可以試一下 執行 比 比 你會想說 比 對 沒錯 特別注意喔 貼上之後你還要注意一件事喔 如果你這個欄會裡面 假如是文字的話 記得 要加上什麼 單引號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 我們再加上去好了 加單引號 這個的話 這個是數字 反正是 雙精準數或長整數那些都不用 只有文字 或者是備忘 才需要單引號 所以這兩個加的單引號 OK 好那再來的話 我們再執行 如果你看到有沒有 您正要新增一列 表示你這個語法是正確的 暗示 看一下 有沒有進去 可以第一記喔 這個說它不會 不會出現 你就怎麼樣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重新整理的功能 重新整理 要不然你就是按F5 或者是關掉重開 按F5 按F5就可以了 好 那你會發現這一筆記錄就出來了 它 不會馬上出現 你記得按F5 不然的話沒有出現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呢 這個語法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 第一季 裡面放一二三月的資料是來自於 Excel裡面 那勢必怎麼樣 我們剛剛已經做了一個語法 對不對 那我可以配合什麼 一個叫ADO 這個前面有講過的一個元件 這個是一個外掛 那一筆 可以對不對 可以怎麼樣 反覆的 回圈 一筆兩筆三筆 那就全部過去了 類似這樣 最後再把這個 你就之要刪掉 這個我想我們之前有練習過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第一個 我們要練習的就是 這個 Insert into 這個語法 這個語法 如果你等一下 怕做不出來 沒關係 我已經做好了 已經把它放在雲端上 你們可以再往下找 那第二個是說到哪裡呢 記得這個 這個地方是 從 建立 查詢設計 關閉 Seql 然後把剛剛那一段貼上去 最好這一段 怎麼產生的 你們也把它做一下好了 再試試看 新增一下 看看有沒有一筆記錄 進來 如果有的話 那表示你成功了 等一下我們會利用 這個語法 這個叫Seql的新增語法 幫我們怎麼樣 批次的 1月 2月 3月 三個月的資料呢 利用這個語法 一個一個把資料 放到 SS裡面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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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